HELLO 大家好 歡迎又回到來SK Migration 世家移民的YouTube Channel 在2023年2月OWP開放公簽將會截止申請 到時候對於想直接申請公簽之後走Stream B的申請人就會受到影響 而我們今次就整合了一些大家在申請的時候經常會提出的疑問 一次過為大家解答 例如是伴侶或者子女可不可以一起入境加拿大 需不需要做學歷認證等等的問題 如果你是第一次瀏覽我們這個頻道 我們最主要是會跟大家講解有關加拿大最新的移民消息 政策講解和移民DIY的教學 想在去加拿大讀書或者移民之前了解多些的話 就記得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不少人會問的問題就是如果是大學畢業的話 是不是就不需要提交學歷認證 答案其實不一定 無論你持有的加拿大境外學歷是Master、Bachelor、Diploma或者Associate Degree都好 在申請期間 移民局都有可能要求你提供學歷認證的文件 所以如果是加拿大境外的教育機構 我們一般都會建議你先做學歷認證 因為加拿大對於不同學校的課程的定義或者應售程度都可能跟本地有分別 而OWP其中一個申請條件就是要有符合資格的學歷 申請人要有在過往五年內完成的一個Degree課程 或者一個為期至少兩年的Diploma課程 又或者一年的Postgraduate課程 學歷認證其中一個作用就是評估你所持有的學位 在加拿大是不是有同等程度和課程的長度是不是受認可 例如你持有的是一個在英國讀的三年Diploma課程 但假如相同的課程在加拿大只需要讀一年半的話 那你認證之後的結果就有可能顯示為一年半 就不符合申請OWP的資格 所以大家記得在申請OWP之前 預先做學歷認證看看自己的學歷是不是真的符合申請資格 如果真的不符合的話 就可能要考慮一下其他移民通道了 是不是只可以找Wesley做學歷認證? 答案當然不是 我們在早期選擇用Wes來做學歷認證教學片的主要原因 是因為相對於其他學歷認證機構 Wes的處理時間相對比較快 官方公佈所需要的時間為 遞交申請以及收齊文件之後35個工作天 而除了Wes之外 大家還可以選擇以下這幾間加拿大官方指定的學歷認證機構 OWP的申請時間是多久? 根據加拿大官網顯示 現時OWP申請處理時間大約是3個月 加上Wes的35個工作天 大約需要4個月的時間 但前提是你所有的文件已經齊全 部分學校在申請Transcript的時候都需要額外的行證時間 如果你持有的學歷是海外畢業的話 在跟學校溝通的時候更加會受到時差和郵寄時間的影響 會需要更加多的時間去準備 另外,學歷認證審核的標準每年都可能會改變 並且不會對外公開 所以去年認可的課程 都不一定代表今年一樣會認可 這件事大家就要留意了 有幾個學歷的話應該交哪一個? 一般情況下 我們都是建議只是遞交最近畢業和符合資格的學歷 但如果你的學位是研究新證書或者文憑課程 那就需要同時遞交五年之內畢業的學歷證明 伴侶或者子女又可不可以一起出發去加拿大? 如果你成功獲批OWP 你的合法伴侶都可以申請配偶公簽 也就是以SOWP的身份一起入境加拿大 而未成年的子女就可以申請學簽 主申請人在申請OWP的同時 已經可以為伴侶以及子女遞交申請 在申請表裡會有一條問題問你 需不需要為你的家庭成員遞交申請 選擇Yes之後填上和上載所需要的文件和表格就可以 不過你也可以之後再幫他們申請 主申請人拿OWP入境 子女可不可以免費讀書? 當你的OWP和子女的學簽都成功獲批 你的子女都可以在加拿大的公立學校享有免費的教育機會 但如果子女是打算讀Grade12以上的課程 就需要以國際留學生的身份去入讀各大專院校 學費也會以國際留學生的身份去收費 可以帶同父母一起去加拿大? 答案是可以 如果父母持有香港特區護照 他們就可以另外申請ETA入境 這樣的話雖然他們在加拿大不可以瘦身工作 但是幫忙打理家庭或者照顧小朋友 周圍去一下旅行都是沒問題 OWP持有人 是不是需要有job offer才可以入境加拿大? 答案是不需要 只要你成功獲批 就可以拿著確認訊和相關文件入境加拿大 到埋加拿大之後 在邊境管理局就可以領取你的OWP證本 另外如果你是需要轉機去其他城市 就記得預留兩至三個小時的時間 因為其實每天都有很多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士到埋加拿大 不少人都需要援領他們的簽證 所以輪候的時間都會比較長 想在整個申請過程裡面 可以有人為你跟進的話可以怎樣做? 現時我們SK世家有推出代辦OWP申請的優惠活動 由今天開始找我們代辦OWP申請 只是需要加幣1099元 優惠期由今天起去到2023年2月1號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如果你想有專人為你跟進整個申請過程 又或者不想浪費時間自己去申請 就記得不要錯過我們今次的優惠了 我們SK世家是加拿大Calgary的公司 跟各省符合資格的大專院校都有合作 所以如果在報讀加拿大學校或者Stream AB有興趣的話 都歡迎WhatsApp向我們查詢 今次這段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這段影片的朋友就記得like、comment和share 記得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頻道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就不會錯過最新的移民政策講解 移民新聞和移民DIY的影片 在這段影片下